OK我们继续,我们说过又把它出了一个中间键对吧 中间键本身就会有一个一波函数嘛 所以说出为中间键我们就得再进行一个文件夹 叫做medavail这个文件夹 就中间键 medavail里面可能会建好多个 这里面我们建一个文件叫做validator validator.js OK先写注释 没有提示了 这个提示就手写 文件描述就是json schema验证 中间键 好 写上你的名字 OK我们这要把这个函数挪到这来对吧 好挪到这来我们不直接在这写 我们怎么写呢我们看一下 我们写一个函数就产出这个一波函数 den就是generator的意思 denerator产出的意思 简写validator 然后呢 里面我们去定义一个这样的函数 我们给它拷过来 async 我们写一个function 比如说function叫做validator 好 在这里面写function就不能用这样的函数了 我们就这样吧 这样定一个函数我们去return这个函数 叫做validator的这个函数 我们去定义这个函数 然后去return这个函数 然后return这个函数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来用 所以说我们这要用这个函数的话 你得把这个中间键的这个函数给引进来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把铲出的这个函数呢 给它导出来 就把这个函数给导出来 把这个函数导出来 放在这来执行 然后它就会返回一个一波函数对吧 返回的一波函数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中间键的这个一波函数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函数里面有一个方法叫uservalidate 然后我们这个方法呢 需要做一个参数给它传进来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注释给写了 好 这个类型function就是验证函数 然后这个地方是生成jsonschema验证的中间键 generate生成 所谓生成就是我们定一个函数 然后返回对吧 然后把这个uservalidate这个函数传进来 然后把它执行 然后去返回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只需要去引用 引用生成的这个函数 把这个函数引进来 然后把它放到这来 对吧 放到这来这个函数要传入一个什么 传入一个uservalidate 就是一个验证函数 好 大家看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函数 对吧 传入一个uservalidate的这么一个函数 然后传进去之后 先保存一下 然后它去返回这么一个异部函数 这就是中间键对吧 这个写法跟我们这个写法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写 我们先去做两个工作 做完之后我们再解释 第一个工作是我们把这个参数名 给它改个名 改个什么名呢 我们不叫uservalidate 因为这个函数不一定专门用于用户信息的验证 既然我们把它处理出来 它肯定是个公用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的函数名字得改了一下 比如叫validate function 这么一个名字 好 这是第一步改了名字 对吧 第二步呢我们把这个关键给它写完 好 首先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处理出来 不要这么写 我们可以data复制成这个 然后把data传进去 这样就会变得清晰一些 是吧 所以request the body 然后复制成data 然后去验证这个data 然后验证的结果呢 就是复制成一个叫error OK 然后判断一下 if error 就是有error 就是说明没有验证通过 对吧 具体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函数 对吧 这个函数就在这个validator 然后user.js 这里面去定义的 就是我们去return这个 这个工具还是呢 是在这个下滑线validator 这里面定义的 就如果是有return的值 那return肯定是return错误了 对吧 如果没有return的值 说明是正确 OK 这里面如果是有错误 我们就肯定是要返回一个错误结果 对吧 如果是没有错误呢 我们就直接就执行next就可以了 就是验证成功 然后继续 如果走到这来验证成功继续的话 执行了这个next 那肯定就接着往下去走个注册流程 对吧 比如这一步验证成功了 然后接着往下走注册流程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失败 我们该怎么去过去 怎么去返回 就是验证失败 验证失败的话 那就是ctx.body 就直接去返回一个什么呢 一个new error model error model 我们这个地方要给它引进来 我们去那个是reditor里面 reditor里面 比如说我们这返回一个segcite model error model是一样的对吧 只不过呢我们这个中间键呢 我们不返回segcite model segcite model是成功了之后 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我们不返回的吧 失败之后我们才会返回 所以说我们去找到这个error model 好 然后require 从这里面去 从这里面去引进来 然后返回一个new error model new error model 从这边去我们看一下 我们找一下吧 之前已经都写过了 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 这有一个json schema fill info 用这个吧 你如果觉得这个不合适 对吧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 这个地方error number等100009 然后message等数据格式 校验失败 好那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 反正这个地方 你自己写的话也就是写一个error number 然后写一个message 然后配置写就行了 对吧 好把这个放到这儿了 OK 这就是我们的中间键 我们这儿再加个注释吧 定义中间键函数 然后返回中间键 这样看的就更清楚了 好中间键的执行逻辑是很简单 进行检验 检验失败之后 就直接去cts.blog 去返回这个error model就可以了 这还少了一步 return return就不往下执行了 然后检验成功 如果检验失败没有错 这个检验失败如来 检验成功 检验成功 就直接继续执行 继续执行 去接着来去执行这个注册 对吧 好那我们拆了这半天键 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来呢 首先我们为什么 我们不直接在这儿写 对吧 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 因为很多地方可能还会重用 这个验证用功信息的这个功能 所以说不能把电码拷贝复制 对吧 这样的话是不合理的 应该把它引用出来 引用出来之后 我们不直接把这个函数写在外面 而是通过一个generator validator的函数 去铲出 是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跟我们修改这个函数名字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地方铲出的中间键 它是一个验证schema信息的中间键 它并不是专门给这个user 就是用功信息服务的 它有可能还会接下来 会给那个博客的验证信息服务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传入的这个validated function 如果传入的是一个验证用功信息的 那这儿就是验证用功信息 对吧 如果传入的是一个验证博客的 那我们这儿就是验证博客 所以说我们之所以这么定义呢 就是让传入的这个函数更加灵活一些 传入什么函数 我们就执行什么的验证 对吧 我们这个中间键只是一个 这个叫公共的一个功能 它不拆来一些业务的东西啊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单独处理出来 而且去定义一个函数并且返回 这个地方呢 大家如果还有一本呢 可以先留在这儿 然后我们继续再讲那个创建微博的时候 创建微博也需要一个schema的一个格式验证 到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函数我们再去重新讲一遍 总之这个地方是已经把这个 验证的这个过程中间给处理出来了 OK 那我们看一下 刚刚刚刚说 我们通过台里面 还是去把resit server启动起来 然后node-v 是大约8.0的 然后看我们改的这些信息啊 这些信息全是验证的那个stitens server 格式来改的 然后我们去rendv去试一下 我们这个验证到底成不成立啊 好抛起来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好 刷新一下我们到这个reditor 注册的地方 好我们放大一下控制台 注册的地方我们之前已经注册过里次了 对吧 里次注册应该是不可以了 有空的已存在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注册一些章三吧 是注册一些章三 然后我们说过这个schema的格式 我们再看一遍啊 我们就拿这个密码举例子吧 密码它要求的最小的长度是什么 是这个3对吧 那我们密码可以写一个叫12 12 这个时候前端并没有做这个长度是不是3的验证 这是我故意这么做的 为了绕过前端去走我们自己的这个这个schema 验证 这个时候我们去点注册 我们看看会返回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 好 它返回的是什么 大家看啊 就是数据格式校验错误 可能看不清楚 我给你念一遍 数据格式校验错误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返回值里面 这里面就是数据格式校验错误 就说明它已经命中了我们schema的这个检验 也说它已经命中了这个中间件的这个过程 并没有通过 所以说它也不会走到注册里面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workbench 好 不好意思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重新关一下 连一下 因为我没连上我本地的一个数据库 大家稍微等我一分钟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优格里面 到底有没有这个张三啊 那肯定是没有对吧 因为它已经验证失败了 所以它不可能有 这样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用户名改成123 123 这样的话就成功了对吧 成功之后我们再点注册 注册成功 请登录 好就成功了 成功之后我们看一下数据表里面 好 当然已经有了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通过这个验证呢 这个中间件 就是我们的用户信息验证 之后起了作用 这个地方 其实第一方面要学习 怎么去用这个这个schema 去做验证对吧 第二方面要学习这种抽离方式 就是首先 我们在这个路由里面是直接引用中间件 对吧 而且是生存的中间件 然后中间件里面呢 我们用一个公元的方式去写 它接受一个 它自己不知道的一个验证函数 反正接受什么函数 我就验证什么的 对吧 接受一个用户信息的 我就验证函数信息 接受其他的函数 我就验证其他的 反正我这只管验证 验证失败我就返回一个错误 验证成功我就继续 继续干什么我也不管 继续去注册用户 还是说继续去生成一个微博 这个我不管 对吧 这是中间件的一个独立自由 独立自主的设计的一个方法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这个 引用这个AJV 验证的这个逻辑 可以给它单独写出来 调用这个函数 也不一定专门是为了 这个用户信息验证服务的 有可能还会验证其他的信息 对吧 真正验证用户信息的 我们把它放在U的这 DS中 这里面我们去定义 这个规则的这个schema 然后去通过引用这个 validate这个函数 去直接执行 然后返回 所以说这个看似有点绕 但是它的绕的这个目的是 为了能支撑更多的业务 对吧 如果我们这只有 用户信息的一证 那我们就没必要这么绕了 但是我们这很不幸 这么写的一个目的是 为了能支撑更多业务信息的 一个验证 能划分的模糊更加明确一些 所以说我又想起了那句话 就是任何看似复杂的设计 都是为了让系统更加简单化 大家是不是稍微能明白 这句话的一个意思 看似一个矛盾的一句话 其实它里面符合了一个系统设计 就是软件设计的一个哲学 或者是一个逻辑 OK 那我们这个该关的就关一下 看着很乱 回来之后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架构图 这个地方有个校验对吧 我们说过校验是 我们这已经做了这个 用无信息的一个格式的校验 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做那个登录的校验 也就是说在路由这一层 我们已经做了校验 现在看来我们注册功能已经做完了 做完之后 其实我们这每个环节 除了这个catch 除了这个缓存那个环节 每个环节 其实我们都已经领备到了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张内容比较多 大家看着也可能是感觉 学习的比较慢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做了一个注册 是因为我们在讲这套东西 就是我们学习嘛 就是学习一个设计一个套路 一个方法 对吧 我们并不是说 学习你怎么把这个注册功能 给实现了 对吧 你实现了注册功能之后 你接下来可能还会实现别的功能 对吧 你实现别的功能 你还是要这么fence 你还是要这么设计 对吧 OK 把这个文件都合一下 现在已经很多了 OK 那我们到控制台里面 把这个代码提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改的东西 这个packager lock.js 是一些版本的一些问题 我们先略过 我们看一下 加了一个agb的插件 再往下是路由的改动 再往下再往下 已经没有了 比如说我们改的东西 全是我们符合预期的 以及我们加了这两个目录 对吧 OK 那我们就add一下 好 剩下一个功能 功能叫用户信息格式校验 好 扑上去 OK 到此为止呢 其实我们这个注册接口呢 就已经完了 密码加密和用信息认证也已经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去开发那个登录的功能 有了我们这个基础之后 我们再开发登录的功能 就变得容易很多